第1竞亂日前一篇五千字毀滅性腸文揭露王力宏召濟 约炮外遇的炸男真相 原称代名詞不斷期望男女生的他&他 還要哄哄誠實面對自己 不要在意世俗眼光跟對的人在一起 讓網友驚呼猜測難道王力宏男女通吃 然而王力宏剛出道時 坊間一度謠傳他是gay 這個形象跟現在李靖蕾爆料內容似乎有點對不上 資深媒體人麥若魚就說了 現在終於知道為何唱片公司要說王力宏是gay 他在節目突發奇想中感嘆地說 不知道原來王力宏這麼花心還大小通吃 優質偶像都是巴裝出來的 當初王力宏剛出道的時候 當時唱片公司的主管跟員工告訴近人們 王力宏是個小gay 現在回想起來才知道原來基金公司都在騙他們 讓他氣地說原來是我們被騙幾十年了 痛罵經紀公司早就知道王力宏是個花心大蘿蔔 所以乾脆先幫外界洗腦以為他是gay 用這種方式來包庇王力宏 還是有緋文都不異 真的嗎 對 我會 就跟男生傳緋文對你的困擾比較大嗎 因為 我不是同性戀啦 所以會意到人家誤會 有 沒有什麼限制啊 那你有希望嗎 希望幾歲可以以前可以結婚 沒有啊 你有要小孩嗎 有 絕對要 絕對要 但是我沒有設定要幾個小孩 沒有那麼細啦 因為 為什麼你知道你絕對要小孩呢 那我太愛小孩了 不一定要自己的啊 因為我弟弟 我弟比我小九歲多 所以從小都是我在帶他 我就覺得 然後我哥哥 今年上個禮拜又生了一個小孩 然後去年也生了一個小孩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小孩子真的感覺很棒